有请两位青苏人 有请 主持人好 你们好啊 这位是小亮 这位是小君 来 谁是主苏人呢 有什么问题吗 他这个人就是青山很低 上次我朋友找我借钱 我刚花了一笔大钱出去 我的闲钱都放他那了 就叫我朋友去找他 他倒好 不借 而且还不跟我说 斯迪萨跟我朋友说 说我破产了 我朋友跟我是合作关系 能这样子说话吗 他那个朋友趁吃趁喝的 平时他跟我们出去逛景点 吃饭都是我给钱的 他有时候也会叫我 借一些小钱二三十 然后有时候就三四百嘛 他借了三四天就说过两天还 每次都这样 都两三个月借我 我真的是不想借给他 然后他这次是以什么合作伙伴 出差名义去杭州 但是他住的是最好的宾馆 去水疗 去吃自助川 那么奢侈 他还要在朋友圈说 什么他才是最大方的人 然后说我们两个不借钱给他 就什么不够义气 不兄弟 我真的不想借给他 我跟他合作这个月 单账都四十万 你还介绍这些小钱干什么 那你合作我怎么知道 我觉得他这人品有问题 我就不想借给他 还有上次我就赔罪 他开始还好 我朋友点多两个菜 不就 你就给个眼色他看 弄了他就黑 黑着脸就走掉了 他吃不完还点那么多 而且他选的地点都不便宜 他每次点那么多 他都说装作要掏钱包 每次都是我付钱的 他到现在搞到我朋友 跟我对一团招 现在都再没有合作过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说为了四十万赚钱 这个我能理解 那为什么他每次都 跟你女朋友借钱 为什么你不借呢 既然是你的客户 你要维护好 你就掏钱送给他不就好了 当时我就认为他两千 两千块还是有的 就交给他处理了 就说你们主要的这个矛盾 一上场来就说 一方不能理解另外一方 还把你的朋友都给得罪 而你孩子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那些朋友 很多都不靠谱 是吧 所以借钱的这个事情 在他这行不通 是这样吗 对 还有一次 我跟我妈妈去逛街 去买衣服 她也在场 我妈妈就看着一个群子 特别喜欢 不就把树有点不合身吗 拉链拉不上去 她这里帮忙 你就帮个忙 你说她胖干什么的 还怀怨我 说我老是说 家里一定要吃肉什么的 弄得全身都发胖了是吧 你说话能别这样吗 我当时也没多想啊 而且伯母她确实是有一点胖 姿素很好啊 然后她当时也没有说我什么啊 反正她说话就是这样 不经大脑的 然后我妈就丢下那个衣服 就是黑着脸就离开了 好几天都没打理 你没感觉出来是吧 我觉得她也没什么变化 她回到去还不是一起吃了一餐饭 她也没说我什么 伯母才没你那么小气呢 伯母很大方啊 她不会这样计较 那先说你毕业那件事 你找个工作 你不仅情商业 而且还容易特别容易受骗 做个保险销售 你说你怎么着 进去了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保单五千块 你说你这样 又何必啊 傻不傻 我当时进去那些公司 是跟我说先自己买一份 才能就是正式入职 然后他们说赚保险的销售人员 很容易赚钱的嘛 然后我觉得买保险也没什么 也对自己没什么问题啊 你就是你就是不会卖保险 而且他就有个客户 干扇买他的保险嘛 他就阻止那个人 叫他不要先不要买 推荐一个更适合他的那个保险 弄到那个人到最后没买吧 那他当时是四十岁嘛 他想买个分红型的 然后我就觉得他还没到五十岁 我就觉得买个保障型的比较好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也是为他好啊 跟着不为什么 你为他好 你就不为你自己想一想 结果三个月就被清退了 最后只卖了一份保险 就是你自己给自己买的 我又不是没有努力过 我去找过他们 不过为什么他们不买 推荐的方法可能有些问题啊 再来说说看 他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爱教真的人啊 还有 他就是特别三性人 有一次我就跟他逛街嘛 我就有些事离开了 他看中个耳机 三百块 我都不知道什么牌子了 第二天就断线了 我当时是觉得很好啦 他们跟我说这个耳机 很好用的 可以用很久了 回到家以后 他说他还有个惊喜给我 我真的真的很惊喜 他买了一个磨砂膏 还有一个脸部按摩器 我问他多少钱 他还高兴地跟我说 一千三百块 对面十元店买的东西啊 十元店 那时候明明就是你丢下我 然后我就很不开心在路上走 然后有个人走过来说 小妹妹你要体验一下那个什么美容嘛 然后我就上去体验 然后他就说 你现在二十岁 你要开始保养了 弄完之后我就做对比 真的很漂亮 然后水弄也很弹啊 你回去说的时候都说很好看 那个就是黑店 他都是用了漂白粉 你当然是觉得特别白的 它是透明的 这里膏来的 它是补水的那种的 别人跟我说是最好的 可以用两年的买一瓶 那你最后用多少 多久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两个星期觉得它有点刺链 反正我就觉得吧 主持人那就是黑店 被骗了 我最后就拉着它去退钱嘛 退了没有 钱是退回来的 但是退回来的都是带金券 又一次被坑了 他被骗了 你怎么那么高兴 他说得很搞笑 他因为他自己 他这个人就是自己被骗了 还帮人家赎钱的那种 他都很可爱 所以我就 我都觉得好无语啊 有一次他就 就更大的事情嘛 就是被骗进全烧里面了 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他有一天就是 说他找到了 一个终身的事业 然后就拖着行李 自己一个人就 已经一个人去照去那边 说 参加一个什么培训 我当时就开定位去找他嘛 最后在一个很天辟的小山村 就找到他 就 已经在那里被人洗脑了 培训那种 我都是为你好 你平时说什么头痛啊 然后 他就有那个穴位按摩嘛 我就想学 反正你就是这样不长心眼 容易伤心别人 情商又低 人在这里 大概四万块 去投资那个什么商品 什么电疗的 你就问我拿钱 要不是我拉你出来 你还能有今天 那些人还不是你招过来的 他当时时跟我逛街 然后我就跟他闹着玩 踢了他一脚 他大腿这里 我可能也大力点 就一脚踹过去 跟着他就倒在地下了 然后他就抽搐嘛 吓得我要死 然后我就报120啊 我也收不出地址 然后他都快要吐白沫了 跟着我就 我就很紧张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有两个人走过来就说 我这里有自己弄的那个精油 然后可以通筋活络的 然后他就拉开了裤子 然后涂到大腿那里 跟着就 他就马上站起来 可以打电话了 跟着 那是到底玩的 跟着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装在地下那里假的 然后是骗我的 他走在街上 还特别容易相信别人 别人说他自己被骗了钱包 他就真的去相信了 跟人在满大街跑去找钱包 然后就 请那个人吃饭 你这样做很大风险也知道吗 你这次的人就是多疑斤斤计较 然后你这种人从来都不信任 其实他们那些背包客 我觉得他们是有需要 他们就 就在那里摆了一个牌 然后就说他们的手机啊 钱包都被偷了 然后我就觉得挺惨的 然后我就给了钱他们 带他们去吃了一餐饭 后来他们还不是找到他们的朋友了吗 然后后来他也说请我来重庆玩 我们也不是去玩了吗 他们是哪人啊 那是百中无一 他就帮助了 刚好就碰见那一对重庆的夫妻搬离了 我觉得他这种人就是斤斤计较不信任 总觉得有一种危机感不安全 他出去吃个饭有些锅包饭就是有点焦的嘛 他就觉得那个锅焦黑色那些会不会毒死他 然后他就给我吃我 他就不怕我被毒死了 请你帮我先尝一尝这一点 对吧 还是那话皇上用膳之前 还有我就有时带他去吃小吃嘛 那些店就比较小 位置也比较窄 他们那风扇可能就旧一点 他就怕那风扇掉下来 斗死他就要我坐那个位置 那里又窄又小 旁边的人还要挪位给他要个位来坐过去 那你每次就这样干于做他的试验品啊 我我我就是当时就想着算了 还是后来我才发现他是这种斤斤计较又不信任的人 这还不是斤斤计较的问题啊 自己怕美国怕堵死 然后让女朋友吃过吧 我那是因为那个店不是你带我去的吗 他就是小小餐馆是这样的啊 他他确实是很小啊 然后他那风扇是旧的点 我平时就不去这些店啊 你平时去哪些店吗 我起码干净了 就不要去苍蝇馆的啊 我觉得他这种人多疑不信任 一定是他小时候有那种经历 他说他小的时候 他爸妈就小学毕业就把他送去新西兰 然后就不管他了 对 小时候你就去新西兰了 对对对 因为我12岁那边 那年就毕业没分到一个好的学校 我爸妈就当时就 还有点闲钱嘛 就这样把我送到那边 去到那边 没想到他们就 爱欺负一些外面来的人 就本来我身心也很少嘛 就又又让我把所有的 宿舍的那个招物给传包了 我不包他们就 玩我嘛 睡觉的时候 就把我打醒就不让我睡觉 然后我在那边就 基本上就没啥朋友 我就只能 敢再躲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度过 因为只有图书馆才能给我那种安全的那种感觉 后来怎么回来了呢 后来这件事我就深夜打电话告诉我的爸爸 想不读了 但是他们就说这个钱一下子已经帮我交到了大学 就 我当时就很绝望了 就感觉 感觉我就 我就得这里生活 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 存在他们给我寄过来的钱 就自己偷偷买了一张机票 那时候就已经十六十岁了 就自己一个人回到了这里 这里给你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是吧 嗯 就不可以也不敢轻易相信别人 我就 觉得其他人都很恐怖 总是 喜欢 就欺负一些幼少 这样 嗯 就 我 我只能相信我自己 嗯 回到来以后 我爸妈还骂我 我想 我想继续读书的 但是他就让我接受他的生意 我当时高中没读完嘛 我就不想 我就拒绝了他 然后就跟他们闹翻 闹翻了 他就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不肯给钱我 然后我 后来自己去学一些东西 都是我自己给的钱 那你跟小军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跟朋友 是一个饭局的 那时候 嗯 我觉得他这个人 就很善良 很善良 嗯 很好啊 因为他善良 所以你爱上了他 嗯 他今天处理的很多事情 可能有些不过脑子 或者没长心眼 但他人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而且 还会 跟我有共同的爱好 喜欢做一些义工啊 这样子 去帮助一些小孩子 照顾一些老人家 前女友啊 他都做不到 因为他们 他会嫌 嫌他们很脏啊 照我也不要去 就是我碰了他们 就回来 就不要碰他 这缺乏 太缺乏了 啊 小军他不嫌弃这个 还和你一块去做这样的 对 而且他还 就是 带给我一些不同的 感觉嘛 走累 在大街手上走累了 他会主动背起我 把我的手 张开 问我 散不散 散不散在飞 但是我就 他背着你 对 你把手张开 他问你 像不像是在飞 他拿起 他拿起我的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因为在家里 跟其他人玩 是这样玩的 他是没什么感觉到是我 我因为这种 我很感动 因为他比较小 他也很轻 他比我还轻 我自己有个弟弟嘛 然后 那时候他也累啊 那天就逛一天古镇 那个小镇 然后早吃的 我怕排队太晚 他们也不一定能弄那么多 然后我就扯着他走 他硬不走 然后我就拉着他 然后就背着他 说我们飞啊 我们飞过去 然后最后他才硬爬过去 因为我特别想去吃那些古镇旅游 很难想 很难想一下 飞一个来看看 没有 就飞了一下 现在还能飞吗 还能飞吗 对啊 来回想一下 当初在那条巷子里面的场景 来看看你们 想象不出来女背 对对对 那种很浪漫的感觉 那就试一个呗 快点 好 来 就像你之前做的一样 看点 没有 那时他就不肯 我就很累了 然后 他就这样子 然后我就这样把他飞起来 好 他真的很瘦 对对 差不多 然后就扯着他走了一段路 就是那样飞什么 我觉得他们挺幸福的 姑娘有些事 是不太注重保护自己 但是我是觉得 她是发自自己内心的 这种善良和纯真 所以有了那么一些 让人特别担心的事情 好 简压面那边 听听看苏菲嘉宾的意见 首先我觉得小君特别可爱 真的 我要是有你这样一个闺蜜 一朋友的话 我会特别珍惜你 但是如果我是你 我是他男朋友的话 我会想着保护他 不是说什么事都控制他 或者是管束他 反正首先我是觉得 要特别珍惜他 这样的女孩不多 第一次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需要你去格外地去呵护和珍惜 所以我也希望你也保持着这份心 另外呢我想说 男生真的是挺精明的 但是你不能对你女朋友 怎么那么精明啊 你别说那个什么 让他坐在那个风扇下面 或者让他吃那个锅巴饭 要是我男朋友这样 我真是立马跟他分手 这种人 我怎么能放心 跟他在一起一辈子 我觉得这种精明 不要对自己家里人 不要对自己珍惜的人 谢谢 我认为这姑娘活脱脱就是被你骂傻的 她原本是可以有成长和进步的空间的 但你已经给她定了性了 反正你就是傻 我认为其实这一点你做的特别特别的不好 你应该反省自己 其实你的年纪要比她长 你的阅历比她丰富 你所见识到的险恶比她多 但是为什么不能提醒她 帮助她绕开一些雷区 以后多多的给她一些指点和引导 我相信这个女孩子会慢慢的变得更加的成熟 和有阅历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君虽然非常可爱 但是给你一个建议 你从现在开始不论你男朋友家境多好 赶紧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其实是让你远离那些欺骗 远离那些伤害 也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聪明和成熟起来的 最重要的第一步 其他的就祝福你们吧 好的 谢谢老师 我觉得小君啊 我觉得单纯是一件事情 我觉得节约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比方说你买个保险就五千块 买个东西就一千三 然后去不管对方是职系还是政党生意 十万块就要拿出来或借出来 但就算你十万块借你也要还 你出手怎么那么大方呢 所以我觉得你缺乏这个节约的概念 而且我觉得小君不光是单纯 其实单纯背后其实他很有个性 他讲话就这样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好像我是对的 你这个人都不信任 你都不相信别人 不是的 你这是固执 所以单纯不等于固执 你要接受别的意见去成长 那我觉得小亮呢 你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不要一直嫌他不好 嫌你就要交嘛 而且有的时候他做错事情的时候 比方说他得罪你朋友 或者是你的父母 对吧 你的角色是论滑剂 你是要论滑双方 如果今天是我 我的女朋友得罪我父母 我会跟我父母说 不好意思 我就安慰他 然后也会跟他讲说 你干嘛这样 下次不要做就好好跟他讲 他又不是不会成长 当然他难会说 那是你父母的问题 我相信他也没那么坏啊 而且这种事情是要帮助 而且有的时候呢 不是情商的问题 我情商一向很高 可是有的时候没有在注意 像有一次 朋友父母送了一个包 我那时候我在忙 我没心思 我就打开来一看 嗯 很好是真货不是A货 谢谢 我就讲这句话 我朋友都快把我打死 但没有现场讲 人家送包你还这样讲 我真的没注意 因为我在忙别的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不要激烈 你要起个润滑剂的时候 你更多的是要去教导他 你更多的是需要学习 那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 谢谢 简单 不等同于单纯 无知无畏 也不等同于天真无邪 它属于是简单而无知无畏 在你刚才所描述的那些事例过程当中 很显然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 它是缺乏的 这就是无知无畏 但是它有可能成为天真无邪和单纯的倾向 但关键看你怎么做 你刚才在台上对他的所作所为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经常做 比如说 家里有谁买了东西 被骗了 总有一些家长或者是 家人像你那样骂他笨 但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 是去唾弃那些犯罪分子 而不是唾弃他 我就特别奇怪 好像我们在弘扬骗子有多高明 你居然识不破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当他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在笑 但后来他说着说着说着 尤其说到卑妮妃那段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可能不是傻 这可是吃亏是福吧 但是当后来你在嘲笑他的时候 我们突然之间感觉到 这个人其实不傻 那个人才更傻 为什么呢 让自己的女朋友在舞台上 受到大家的耻笑 受到大家的嘲笑 你还那么开心 你是不是更傻 所以中国有那句话叫做 聪明凡辈聪明误了 你就把聪明放错了地方 如果你要是真聪明 我告诉你 以你之前所有的社会经验 和工作经验 去告诉他 做人本身应该善良 但是在善良的同时 我们应该做一个恶的善良人 所谓人善人妻天不妻 人恶人怕天不怕 你心中虽然要有善良 但你也要有识破恶的那双眼睛 你有本事就把她调教成一个那样的女人 我相信她一定有这样的潜质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一张白纸 你想怎么画 她就是什么样 好过于她已经画满了东西 像个裁缝一样要去改一件衣服要好 所以她是不可多得的瑰宝 行不行 谢谢老师 你已经可以做一个人生导师 你有这样的机会 有些女生可不听你的 女生 我这样说 你不生气吧 你有点骂她 我有点不开心 你看 多聪明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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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她 她不高兴了 你看 因为她知道顾着自己的男人 刚开始我们在笑她的时候 你在那儿笑 如此相形之下 我们更喜欢谁 觉得谁更善良 谁情商更高 她真的把你当成了自己的男人 这是个多么可人的姑娘 是吧 行吧 你落下一宝了 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来审视过这个问题 可能还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去想过对方有多么的好 你还见过哪个 在这个舞台上有哪个女人这么顾自己的男人 是 你好好珍惜就是了 待会儿给她们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来表达各自的情感 好吧 来 小军 现在请去到密室当中 来 请登上大声台大声说出来 那発表达各自导致 让我佔住你的手 你最好 让我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哭了 想伴 感谢你让我 令悟 让我大声说出来 我觉得我和扫军 还是可以走下去 虽然他还是一鱼自往的 很杀很天真 但是他完全是 为了我好 我希望永远跟他在一起 跟他走上结婚的殿堂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哭 他说他小的时候 竟然被欺负 他都哭得没眼泪 我从来没见过他哭 因为平时出去的时候 我都会被他气得很苦 他总是真的很斤斤计较 但是我现在才发现他 我从来没想过 原来他是在尊重自己的劳动 他所谓的斤斤计较 原来是很节俭 他对我很多要求 他说我浪费钱 其实他是在帮我省钱 帮我理财 我一直以为他在嫌弃我 可是他当我是家人 我都迫不及待了要等待一个时刻 但是还是在征求一下现场100倍观众的意见 如果大家希望和支持 赞同他们在一块行在表决器 是按赞成键 如果大家不赞同不支持 请按反对键 321 请赶紧 学亮待会儿会为你升起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转是离开放弃这段感情 或者还是要跟小君在一起 他就按一下这个红色按钮 密室门会打开 小君会不会从密室中出来呢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请为小亮升起选择住 好 请选择 难道出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 我会闭塞 不会流泪 只要你能听到我 看到我的转身吹 我以后会知道怎么做 那怎么做啊 跟他好好在一起 好好地照顾好他保护好他 这就是我的假言 你知道你刚才那一哭的时候 我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了一个曾经在童年受过创痛的一个心机重重的男人 遇上一个傻傻的姑娘 真正地唤起了她内心的善良 像一束阳光阳目遇到了你内心深处 你以前都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在骗你 都有可能会害你 但是一个这样在你面前卸下所有防备 毫无防备的女生 让你突然感觉到 相信一个人是多么的美好 保护一个人是多么的美好 所以说她是你的天使 谢谢老师 真心祝福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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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